大家好 今天是10月24号 最近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就是10月21号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个副习主任 作为首例被引渡的中国间谍案在美国开庭 他其实也是国安厅的一个副处长 另外一件大事就是今天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个实验室发生了爆炸 根据官方的报道有两个人死 九个人受伤 官方的数字一向不值得信任 可能是这个数字的十倍 可能是二十个人死 九十人受伤 因为我们看这个视频的话 这个爆炸它的效果效应是非常大的 它升起了蘑菇云 说明里面这个爆炸物可能是非常致命型的 而且有可能含有什么放射性或者军用的一些物资 所以一下子给爆炸起来 那这个爆炸案现在还在人们的讨论之中 学生们 老师们惊慌失措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际上是隶属于国家安全部 隶属于中国军队的一个军运的大专院校 它实际上也是一个间谍学校 专门发展中国的高性间的武器 尤其是航空航天方面的一些武器 那最近在前天的时候 美国的俄亥洲西西纳提就开庭宣令了首例的 比成功引渡的中国的间谍案 我们知道孟晚舟本来要引渡过来 但是给送走了 这个是一个失败的引渡案 那第一例成功的引渡案 实际上发生在2018年10月份 主角叫徐彦彦 徐彦彦就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个系的副主任 他实际上是江苏省国安厅的一个六局的副处长 他六话名瞿徽 张辉等等一些名字 他的公开的身份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个系的副主任 他主要就是盗窃美国的一些经济机密 还有一些武器 飞机这方面的机密 因为这个事情最后美国的反间谍部门设法在欧洲 把他给抓起来 在比利时把他抓起来 然后成功的在2018年10月份 就是在抓孟晚舟之前把他从比利时引渡到美国来 那么前天就在欧洲西西纳提第一次开庭审理 所以说从第一次开庭审理 隔了三天 马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室就发生了爆炸 这两件事情完全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完全有可能是中共在毁机密证 他看到这个案子影响这么大 而且在庭审的时候就涉及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他盗窃的美国的这些机密 还从事了很多的间谍活动 干脆他来了一个毁尸媚记 毁灭罪证 以这种爆炸的这种形式 打所有的罪证给销毁 这是一种可能性 那我们首先来看看徐燕军的这个案子 徐燕军这个人 他是江苏省国安厅的六局的一个副处长 他的正式的身份就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个系的副主任 他就不断的物色海外的一些人 后来他盯上就是美国最大的机械公司 就叫做通用 就是机翼 机翼公司的一个华裔的一个工程师 是华人嘛 所以有一些情感的联系 然后不断的发email 把他邀请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来讲学 那来讲学呢 所有的路费啊 这个住宿费啊 高级酒店全都是这方面出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给他很好的待遇 而且呢 讲完课之后呢 还给他呢 三千六百美金 然后他这个华裔工程师呢 回到美国之后呢 那这个徐燕军呢 就不断的有一点联系 叫他把什么什么材料发过来 那个材料发过来 尤其是就通用的这个飞机的 飞机的卧龙啊 叶片啊 就是最核心的一些技术 这些技术呢 既可以用在民用的飞机上 也可以用在军用的战斗机上 因为G1呢 那全世界一流的飞机制造商啊 所以这个大量的机密呢 可以传到了国安局的手里 那徐燕军非常高兴啊 然后呢 他就指派了有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啊 你把它给搞过来 那这个华裔工程师就说呢 我从这边发的话不方便 我们选择一个地方呢 我来交货 那这个最后就两个人就同意了 约定就是在欧洲的比利时 两个人见面 在那个地方交货 所以呢 对华裔工程师呢 就去了比利时 然后徐燕军也去了 然后当两个人碰头的时候呢 那美国的FBI和比利时的反间谍部门呢 同时出现 把这个徐燕军给抓起来了 那徐燕军为什么抓起来 实际上这个华裔工程师啊 他在南京第一次讲学回去之后呢 他马上就给FBI给报案了 他就觉得呢 这个不还好意啊 他们千方百计呢 我讲完课之后 又要我的这个PPT文件呢 又要这个 要那个 而且给我塞了这么多钱 而且适合玩乐一跳龙啊 那显现呢 他自己呢 给掉入了这个罗网之中呢 所以他回去之后呢 他向这个美国政府呢 等于是汇报 投诚 那美国政府就说呢 你继续跟他配合做吧 只要不涉及顶级机密的 我们看过之后呢 你给他 该给他发的就给他发 要放长线 钓打鱼 最好呢 把他引诱到中国以外 尤其到欧洲或者美国来 我们直接抓他 所以呢 他就是不断的配合FBI的工作 那在最关键的时候呢 就把虚烟军呢 引诱到比利时 然后在比利时呢 在2018年4月抓起来的 抓起来之后呢 那比利时跟美国呢 就跟加拿大跟美国一样 有这个引渡的条约 所以一下呢 就把虚烟军呢 从这个比利时引渡到美国 当时呢 那个孟晚舟的案还没有发生 当时很多的这个外国记者呢 也问中国的外交部啊 说有这个虚烟军这样的一个人呢 在比利时被抓了 他是中国的间谍 你们怎么看 那中国外交部呢 就秉承着中国对间谍的一贯的做法 就是坚决不承认 没有这个人 而且呢 把问答的这段话呢 后来在这个记录上 新闻上都给删掉了 就不承认这个人 所以呢 美国呢 很顺利的 就把虚烟军呢 从比利时引渡到美国来 在这个通运公司的总部 就是OHO州的信心纳提啊 在前天第一次进行了庭审 庭审的时候呢 他的律师呢 是非常牛 许彦军的两个律师啊 都是中国政府帮他请的 都是美国的前联邦检察官 所以说 就像这个孟晚舟一样 那中国呢 花了血本 在这个打官司上呢 要花大量的钱 看能不能把这个罪啊 减掉 免掉 这就是中共呢 他的一个计谋 那许彦军这个人呢 实际上是非常丢脸的 一个是呢 是美国第一例的 从其他国家引渡到 美国的中国间谍案 那这个案例呢 的的确确作为一个证据 就说明 中国确实存在经济间谍 不断的偷窃美国最核心的技术 所以这个审判呢 有利的来证明 中共的全世界盗窃科学技术 这样的罪行呢 昭装于天下 所以这个案子的意义是 非常重大的 另外一点呢 这个案子也给大家说明了 中国的这个国安特务呢 经常扮作大学的教授 系副主任 南京大学 看起来是这个学术啊 科研啊 这个招牌啊 实际上干的都是间谍的伎俩 也是向全世界说明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间谍窝 所以叫大家给小心 那这个案子呢 还在继续的审理当中啊 估计呢 还能审判个几个月或者是半年啊 最后才会出结果 这个案子呢 不像孟晚舟案 因为中共呢 它呢 是既想帮助又不想公开的帮助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美国受到的阻力不会太大啊 最后呢 肯定按照法律呢 直接给判啊 判个五六年呢 是没问题的啊 这是美国反间谍工作呢 取得的一个重大的成绩了 那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呢 现在已经臭名昭著了 那在这个审理这个案子的同时呢 这个南京大学发生了这个实验室的爆炸啊 这两者之间呢 确实存在着联系啊 当然到底有哪些联系呢 那要到过段时间呢 大家才明白啊 现在这个爆炸案呢 是非常的蹊跷啊 所以我把这两个事情呢 联系起来 我觉得两者之间呢 不是偶然的 完全是必然的 为什么同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为什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呢 发生了爆炸案 又发生了首例 比美国引渡的中国间谍案 所以这个里面呢 让我们大家呢 再仔细的想一想 中共呢 它不断的在危害全世界 危害美国 美国呢 一定要警惕啊 最近呢 各种的间谍案越来越多 各种的处理的手段呢 也是更加的强烈 那么中共呢 他的这个伎量啊 随着薛彦的案子之后 那全世界官家的明白 他的这些间谍行为呢 也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和审判 好 今天的快评呢 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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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